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继续收看由我制作的 水果的完全使用教程的扩展篇 扩展篇主要讲解水果里面自带的各种效果器 和音源的使用方式 这期我们要讲解的这个效果器的名字叫做Fruity Delay 这个效果器我觉得特别建议 一些刚接触到延时效果器的这些朋友 去用它因为它的参数比较简单 功能比较明确 当你把这个效果器完全搞动以后 你再去用一些比较复杂的延时效果器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也就明白了 接下来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这个效果器所有的六个推子 每个推子是干什么用的 第一个推子叫Input 这个Input 我觉得在这里用这个单词的话 是一个不那么准确或者不那么切合的 单词 我觉得用mix比较好 这是干湿笔的意思 你把它打到最低的时候 你只能听到你原始的声音 听不到一点点的 这个延时的声音 而延时的音量高低